高斯路的高鐵月臺沒有後車人潮 只有廣播播放著列車停駛的消息 告示板上顯示所有列車班次 全部取消的訊息 不只陸路 空中交通也停擺 挪威首都奧斯路機場的殘血車 來來回回地清除積雪 期待雪停了 機場能迅速恢復運作 機場大廳則排了不少辦理取消定位 重新化位的旅客 一些旅客拎著行李趕到機場 擔心行程受風雪的影響 事實上這場基地寒流帶來的風雪 吹噬著北歐和中西歐等國 英國的獵物浦 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德國的科隆到法國巴黎 都是大雪紛飛 一片銀白世界 德國最大的法蘭克福機場跑道 雖然沒有積雪 但因為雪雨天氣 加上飛機機一結冰 必須除冰之後才能起飛 因此也暫時關閉 因為冰天雪雨而取消的班機 法蘭克福有700架次 慕尼黑也有200架次 可以想見這場大風雪 讓歐洲陸陸和空中交通大亂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好嗎 では最高的出示售